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个特殊的皮影艺术团 他们平均年龄23岁 平均身高不足1.3米 自称小蚂蚁 蚂蚁虽小 但是它能经过自己勤劳的双手 来创造很好的自己的名片 2013年初 小蚂蚁平均艺术团迎来了春天 却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2013年初 到处都是赶着离京回家过年的人群 北京小蚂蚁秀真仁皮影艺术团团员们 却只能留在北京在演出中度过春节 因为这是他们成立四年来最繁忙的一个演出旺季 隔一两天就甚至有的场次都重叠上 搞得我们那个人缘都分辨不开 34岁的李明 身高1.28米 是小蚂蚁的团长 肩负着团里15个秀真人的生存代表 在春节前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 接了近20场的演出 这让李明既高兴又着急 高兴的是 他们的皮银终于迎来了春天 着急的是 人手非常紧张 全团都只能在节后放假 即使如此 平时负责管理和跑业务的李明 也不得不亲自上阵 参与披影的表演 家里几乎都快留不下人了 所以现在紧急的还在招聘秀真朋友 就在李明还在打算招聘新团员时 主力团员小苏又因家里有事 请假回去 虽然人手非常紧张 但是李明还是准了他的家 原本打算在大年三十晚上 举行的集体聚餐 也因为小苏即将离京而提前了 这样的聚餐 对这群秀真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平时里作为管家的李明 都是掰着手指头过日子 第一次来好多多 第一次来这儿了 一直没舍得过 我们这些团员都非常的 各顶各的非常实实在在的干事 所以说若是这样 我就觉得我做的好多太不够 没有达到预期 收入也好 还有预期的发展 聚餐后 盘长李明提前给要回家的小苏 接了工资 看得出来 能在回家过年前拿到工资 小苏还是很高兴 咱有多少钱拿了 找蜜 你先放哪 我建议你放在里边 放在你爱的衣服里边 去年我们一个月 忙了春节这一个月 才一个人拿走两千块钱左右 今年我们最低的都是三千以上 每个人 最高的 能达到四千多 这是小蚂蚁成立四年来收入最好的一个月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 团员们都有了固定的工资 虽然每人每个月也仅仅是一千多元 为了让团员春节手头宽一些 每个人都发了两个月的工资 谁出来都是为了第一 赚点钱 第二心情好 为了就是为了这个 我们其实都理解 这就是因为我 为什么我们俩 创办这个团的目的 当天发门募资 把要回家的团员送到北京西客栈后 李明就赶紧上网发布招聘信息 每天晚上我都要看一下 然后上午发的信息 然后晚上再发一遍 晚上上线的人比较多 你现在特地要求需要人 对 现在招人急缺 非常缺 人家人得直接就围攻了 走都不让你走 告诉我多大了 就围圈拉住你 你要走的话就拉住你 多大了 跟我说一下 真有那种人 没办法 登顶募后 是这群身高不足1.3米的袖珍人 儿童般的身躯 却传承着300多年的皮影衣服 他们前行 为袖珍人的身体空间突围 1.3米的皮影梦 看袖珍人如何闯荡皮影之路 李明招收团员的唯一条件 就是喜欢皮影艺术的袖珍人 袖珍人是由于脑垂体受损 造成生长激素 分泌不足 导致的身体癌小 大部分成年后 身高在130厘米以下 相当于3到8岁的孩子 自己就是袖珍人的团长李明 深感找工作的困难 他希望能够通过皮影 来为袖珍人的生存空间 突围 我原来自己在家的时候 我认为中国好像就我自己 没有这样的 当我后来到了北京 然后打工以后 见到更多的修正人以后 我发现好像不是自己这样 我想让更多的修正朋友 或者是需要帮助的修正朋友 看到有成人的团人的存在 李明说许多袖珍人都曾经有过一段自立的生活经历 他也一样 李明的家在北京农村 为了能够自食其力 学过其心修理 当过景区门童 跑过龙套 开过杂货店 十多年里 他一直在努力证明 自己除了个子矮点和平常人并无不同 然而一到人群中就会面临着自己与众不同 所遭受的尴尬 我都甚至都让人家直接就围攻了 走都不让你走 告诉我多大了 这不一圈拉住你 你要走的话就拉住你 多大了 回来说一下 真有那种人 那他只信念 没办法 默默地承受吧 你总不能 给人家一拳头吧 你打着握着就 如果要是你们正常人出现那种情况 我怀疑估计就是无力解决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 我说这辈子怎么办呀 这辈子怎么办呀 那时候的李明自闭 不愿见人不爱说话 在人群中总是匆匆赶路 因为担心有人会突然上前拦住他 要求合影 直到五年前遇见皮影 他的性格才慢慢地开朗起来 第一眼看到皮影 时候就被他这个色包 就被吸引住 非常热 当我师父在后台卡一动 活起来了 我就觉得就 我就应该做这个事了 那一年 李明已经29岁了 他的人生就在见到皮影的那一刻 开始改变 李明说改变自己的 是他的师父陆海 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北京皮影 陆家班的第六代传人 尽管年前演出繁忙 这天李明还是决定抽空 去给师父拜明 我们也跟着去拜见了 这个改变李明人生的银尖艺术家 这都是以前做的 这整身上面都是诗的 都是诗的 让我们惊讶的是 李明到师父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 对着师父正在制作的皮影 拍了起来 看得出来 对于徒弟的这种偷艺 陆海很高兴 他挺好学 他起码就是说 把我收集到的一些资料 他都传他电脑 他电脑都有 有的我的电脑都没有 在这些传统行当里 纵容弟子偷艺 这还是很少见的 陆家班传承了三百多年的皮影手艺 到陆海已经是第六代了 按理说 他的后代该接手这些皮影 然而 儿子并不想传承祖辈的 这副衣补 几年前的异常中风 让陆海意识到 再不招收徒弟 祖传了三百多年的手艺 就要断送在自己手上 如果在我们那代 就把它消失了 那我们就会罪 不管传谁 只要有人传给谁东西 只要把这东西能够传下去 继承下来传下去 我觉得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从此 陆海到处传授手 也就在这个时候 在一家演出公司打工的李明 见到陆海表演皮影 瞬间被深深打动了 拉着其他几位秀真朋友 一起向陆海拜师求你 并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陆海欣然接受这些秀真人徒弟 当时想法很简单 就是让他们有一技智能将来自己 他们能自个儿通过自己的手 去混合传承 那逗起来的时候呢 皮影戏是用灯光照射 瘦皮雕刻成的人物剪影 以表演故事的戏剧 真要学起来难度很大 陆海刚开始 只是想帮助他们学闻生存手艺 可是没想到 这些秀真人徒弟 却给了陆海一个惊喜 我感觉非常好 因为他们学得非常认真 然后第一个就是掰杆 掰杆一般的都需要一到两周 才能掰开这手 才能处理好两个杆走路的姿态 你如果说咱正常人 我教你一个动作 行了 会了 现在你可能就不练 也可能练两两三遍 完了 行了 没问题了 你就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不同 要把他们把 一个是班们接长一点 一个是荣耀缩组 不能这么大 人家练五遍 他练十遍 人家练十遍 他练三十遍 他在那主动 他自己多练 甚至胳膊练得 孙腾酸腾的出筋 皮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般人表演皮影 靠十个手指头的灵活配合 掰动手上的杆 以带动影人的姿态 动作 然而 李明他们的手很小 单个人是无法操作 那种四根杆以上的皮影 尤其是那种手持武器 有打斗系的影人 具要两个秀真人的配合 在拿杆的时候 像师傅们能拿七根杆最多到九根 那像我们呢 就非常困难 但是呢 只要你用心 只要你啃一下苦工 你也可以 因为我不少一个指头 只不过就是短了一节 腿 腿 往前走 腿 大 腿 腿 我做配合 所以我能帮的 我尽量去帮的 动作 杜师傅被李明学习皮影的执着和投入 深深感动了 开始从表演和制作全面传授记忆 并没有因为他们是秀真人而降低要求 我说了我不怜悯你 虽然你是秀真人 但是你能干的 绝对让你决定 你要不让他干 反而你伤不自己 演出淡季团圆增加 找不到固定演出剧场 1.3米的皮影梦 为您讲述秀真人的生存之道 2009年 李明和同样是秀真人的好朋友郭天祥 一起辞去了演艺公司的工作 自己成立了小蚂蚁秀真人皮影艺术团 希望能够闯出一条属于秀真人的皮影之路 我们就想证明给别人看 想自食其力 为什么我们叫小蚂蚁 体影艺术团呢 其实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蚂蚁虽小 但是呢 它能经过自己勤劳的双手 来创造很好的自己的明天 像师傅的台子都在这 师傅的台子都在这 我们要这么演 有的就是演都演不出来了 效果好多 够你想都够不着 李明和郭天祥拿出了所有的积蓄 两万多元 在北京的大兴区租了间十多平米的地下室 找了几个秀真人朋友 一起学习表演 制作皮影 都免费的 我还不要他们钱 我让他们多张我点技能 只要你这样好一点 能够营得更多的观众 我们师傅呢 就李老师 然后跟我们一起住的地下室 那个地下室住了大概半年 有一个半年多 吃做排练 全都在那个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进行 小蚂蚁成立以后 不仅陆海师傅支持他们 还有河北的平营老艺人刘立新 也一直在和李明他们常住在地下室 传授记忆 一日三餐 就是靠一大袋面粉 一大袋土豆 一吃就是十天半个月 这样艰苦的生活 大家却还是非常投入的学习 皮影的表演和制作手艺 两次来的 珍珠的 我做西方式 是我们的团员 没有一个叫苦的 没有一个叫累 然后都坚持 大家都是一类的人 然后也没人嘲笑了 也没人有一样的眼光 看待你 然后做皮影吧 这些工作也不分什么高地的什么的 刚开始半年的时间里 李明他们主要是以群衣系为主 没有商业收入 地下室每个月一千元的房租和制作皮影道具的开支 很快两万元的投入就花光了 但是让李明激动的是 小蚂蚁成立半年后 钱虽然花光了 但是也迎来了第一场选手 人当中真的记忆犹新的这么一时刻 他们不知道是出门的演员是什么样 观众抱一非常热烈 非常好的这个掌声 等我们出来之后 他们感到震惊 观众说不可能 不可能是这几个小孩 应该是对我们这种小小的身体 能做这样的事 然后一种鼓励 当年我们非常高兴 甚至有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说啊呀 终于能在这条路上能走下去了 李明死前也参加过公司里的各类演出 很多之后是展示他们的身体局限 多于对他们能力的展示 而这是第一次完全由秀真人 自己主导的一次演出 演出结束的时候 本来只专注于幕后的演员们 也都自信地站在台上 接受观众的掌声 在谢幕的时候 观众是给我们最诚恳的 最肯定的掌声 不是我们在华中去处 凭着我们的身高 凭着我们的外观的形象 来博得一些穴头 博得一些可怜的掌声 我们不是需要那种能力 我凭我自己努力 凭我自己的劳动能力 我去挣我这块钱 我心里得 虽然有了商演 但是刚开始报主定 一次商演演两出皮影戏 却只有一千多元 即使这样 还经常是三个月都没有一场演出 到了2010年底的那一年多时间里 李明和郭天祥不仅把自己的积蓄划光了 把能借的朋友也都借了一圈子 最后李明把妈妈给他攒的结婚的钱都拿出来了 却还是入不敷处 为团长来说 我们一帮兄弟们投奔我们来 投奔我来 结果我却带着人家吃不饱 也住得不好 怎么说还受着累 也挣不着钱 心里非常难过 许多人都来劝李明放弃皮影 有朋友愿意介绍他继续回景区当门童 每个月轻轻松松一千多元包吃包住 可是他拒绝了 家人愿意帮他出资开店 李明也拒绝了 其实我不做这个 我也可以做别的 我觉得那个太平常了 不是自己想要的 这么一个好的艺术 然后我们好不容易学到手 有师父愿意无偿的教我们 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 2011年年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把中国皮影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度 小蚂蚁的皮影艺术环搭着这辆水风车 凭借着练就了两年多的手艺 演出邀约急剧增加 到了2012年下半年 李明终于发得起固定工资了 尽管每人每个月才一千多元 不然有好多的那个演出 慢慢的就跟苏醒了似的 然后接二连三的 我感觉我们发展现在 一直那个就在往上升 全团人都不敢相信 能做到这一步 甚至有可能会好 或超出我们的想象 2013年春节前后的一个月里 小蚂蚁几乎天天都有张眼邀约 业务团队的扩大成为了当务之急 李明能否顺利找到 喜欢皮影的绣真人呢 2013年春节过后 这样的演出旺季 是否会延续下去 春暖花开时鞋 就真人的皮影春天会到来吗 明天请记住收看 1.3米的皮影梦 第二集